大家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影視摩天論,又是我阿森 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你可不可以幫一下一隻奶寶太郎 用一句代替Gacha這句口頭善的口頭善? 好啊,Shu Watch 我是成功訪問到佐藤燕先生的女生 Amy很可愛,哪個Amy? 不說了,很多個Amy 沒錯,Amy很可愛 無限的平人宇宙裡面有很多個不同的Amy 沒錯,沒有人留意到其實我說的是 我十年前開始推的聲優 這個驚人的事實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好 L妹 先說回收聽方法 在Facebook上,Trustina,很常會找到我們的Page 我們會定期update節目 另外還有這個Youtube頻道,記得訂閱,收聽,按鈴鈴,留意更新 另外還有Facebook的綜合吹水區,跟Miri的吹水群組 一般情況下,星期五好像現在這樣開live做節目,或者播放錄製的節目 星期五有看情況,都會開live跟大家吹水 還有魔台經營困難,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 歡迎大家透過Payme或者PayPal 都會鼓勵贊助我們的一百多十出元樂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多謝大家 好啦,那我們看看今個星期的話題 先說一套Netflix的作品 但這次又是跟咸超有關的 我們緣谷打手又準備重出江湖 好啦,今次先說這一套,就是這個Ultraman Rising Ultraman Rising 又是Netflix 沒錯,又是Netflix打一本做的一套作品 他本身就...但這套又不是原谷自家的 又是批了出去給外國的...怎麼說 不應該用批出去去說 應該是怎樣呢,授權 是授權 因為這件事本身是很好笑的 導演就是... 這個... 這個... 夏龍... 情德爾 導演呢 因為他小時候就很喜歡吉田 但是因為他身邊的環境是令到他... 我不知道他第一次接觸是怎樣接觸的 總之他很喜歡吉田 但是他身邊的環境是沒有... 那些書啊或者DVD他都沒有辦法入手 然後他就說他從小時候就已經是... 好像現在Arc的主角一樣 他就會自己不停在寶畫自己的... 超人 又是這樣嗎? 沒錯 有沒有這個超人射擊耶路撒冷的畫面? 哈哈哈哈 那又沒有去到... 阿... 阿... 這麼瘋子 對啊,很瘋子 那時候射耶路撒冷的畫面 不是射耶路撒冷的畫面 不是射耶路撒冷的畫面 不知道射哪一個以色列的... 的... 的... 不知道希臘還是以色列的城鎮那個 不是耶路撒冷的畫面 好像是那些城鎮 我記得好像是... 又是聖城 那個是... 總之是約翰那一章的... 是的 出現的城市 事碼 那... 不要說杜曼迪照 就是他那個... 但是杜曼迪說這個... 只要聖經加哥斯拉一定會有趣 我相信他的 是的 那這個夏龍導演他就... 然後就是過去很多年 然後他就... 有個... 有個想自己做一套超人作品的... 那個... 那個想法很久的 嗯 是的 那就說他經歷了十幾年 就是... 由他製作這個想法開始十幾年 那麼... 去到... 去到這個... 呃... 一百年... 不知道一百年還是一九年 那... 然後總之他把他的橋子 就拿去銷售Netflix 是 然後Netflix就說 咦...你這套作品很明顯就是 是受到這個... 超人啟發的作品來的 然後Netflix就跟他說 那不如這樣 我帶你去玄谷 你不如直接做一套超人的電影呢 嗯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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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龍導演就... 被Netflix爸爸帶了去玄谷 嗯 然後就... 給玄谷看 玄谷看完之後 嗯... 正啊這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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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好啊 也都因為... 玄谷說我想搞超人 好啊 哦 因為之前拆掉了... 版權的東西 所以他海外那邊 海外那邊 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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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玄谷跟Netflix 已經... 答了... 答了...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件事就很順暢的... 是啊 那麼Netflix看到就說 喂 你這個是超人 即是你擺明是超人來的 你這條小子 那不如你直接做一套超人的電影 你不要什麼超人風啊 即是... 被超人啟發幾套原創電影 你直接做超人啊 我帶你去玄谷 來 跟我來 然後Netflix爸爸就帶了他去玄谷 然後就... 大家一聊就... 那個... 即是... 那個... 脆鼻雙頭啊 然後就說 OK啊 你這個元朗 但是... 可以再... 再修靚一點 然後就... 改啦 改完之後 不知Netflix有哪裏怎麼談回來呢 就... 談到動畫製作就是... 這個... IML 就是... 找了IML來製作啦 嗯 那... 然後就是這個... 荷里活頂尖 頂尖的... 動畫製作公司 然後就... 再加一個... 再加兩個... 癡線... 被喜歡超人的導演 嗯 然後再加玄谷就... OK OK 做你做你做就... 什麼都批的... 那個... 自由... 自由度 那... 結果這套東西就成功出現了 那... 但是... 其實都等了幾久的 因為它... 初步... 即是第一次出... 那個... 消息的時候 是... 是21年的5月 嗯 然後就是21年的11月的... 這個... 圓谷conversion 2021的時候 就有... 就公佈了那個... 製作名單 就是... 夏龍導演 和... 這個... 約翰青島導演 製作 然後再說就是IML 負責動畫製作那些 嗯 但是其實之後就... 幾乎都是半... 半年出一次消息 半年出一次消息 然後去到... 不知道22年 還是23年 才說... 那個主角叫做佐藤健 然後就是個... 職業... 野球選手... 野球隊... 也是... 隔很久才出一次消息的 這樣... 還有... 說什麼... 臭怪獸BB 也有這些消息 是啊... 也有說過一下 這樣... 結果... 然後就去到... 去年11月的... 2023年的... 圓谷conversion 然後就... 在那裡公佈了... 這個... 日本的配音... 日文的配音版呢... 就是這個... 海... 豪快藍... 山田如桂... 嗯... 做配音的... 然後再在... 那一天呢... 就... 叫了兩個監督過來日本... 參加這個conversion之外呢... 還... 做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威城的主要怪獸啊... 那隻叫做... 齋根圖龍啊... 嗯... 的皮套走了出來... 嗯... 嗯... 然後... 更好笑的就是... 更好笑的就是... 袁谷特地找了這個... 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歡超人... 的... 呃... 漢戰太平洋導演... 嗯... 拍了一條... 短片去幫這兩個導演... 打氣... 還有... 還有... 跟大家推介這一套威城的... 短片啦... 嗯... 所以呢... 在宣傳方面呢... 就是找了這個... 荷里活大導演... 回來... 幫忙宣傳的... 嗯... 是的... 但是當然... 荷里活大導演... 都很喜歡... 超人... 才會這樣做啦... 嗯... 是的... 然後... 為什麼會找他... 幫忙拍這個... 這個... 這個... 短訊呢... 大家看完這套戲都會知道... 因為後半部分這個... 我頂你... 但是你要擺明就是漢字太平洋來的... 沒錯... 是的... 所以就... 是... 就是... 由他公佈到... 正式上映都隔了三年啦... 但是他製作... 都是更加之前就開始... 就是在他公佈之前就已經製作了... 嗯... 所以就... 其實都隔了幾個... 就是他... 這個項目也挺大的... 嗯... 然後也都有... 講過一下... 說那個... 呃... 呃... 即是... 預算... 其實是更... 大過這個... 真超... 是... 是的... 是... 看過製作都感覺到的... 那真超的製作都不差的... 是... 但是... 但是他就說這套製作是大... 那個成本是大過真超的... 你看過... 你看過那些動畫的製作水平都知道... 那個... 那個... 那個預算不會少啦... 那個預算不會少啦... 所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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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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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這個製作... 那... 所以... 都是一件... 就... 就在Netflix上了... 那... 呃... 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 聲... 聲優就... 除了... 除了... 藍主角... 佐藤的山田雨桂豪快藍... 那... 都有提下其他的主要角色... 譬如... 佐藤老爸... 教授呢! 就是小日向文西... 對了... 然後... 就是... 里茶道 是... 沒有人知道 就是... 是這個... 信用希詐詩的Witchard 還有一個麻麻的角色 就是英井浩子配音 就是其中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吉田裏面的隊員 還有XQ的記者 還有這個... 就是跟員谷關係匪淺的 就說英井是長期來源的 不是,他是社員來的 對,一定有他的份 他是圓谷社員來的 所以就說關係匪淺 沒錯,還有另一個防衛隊的隊長 叫青島隊長 就是我們最愛的JJ青樓轉載配音 然後還有另一位... 尹田博士 就是立木雲宴配音 Professor Onda 是的 Dr.Onda 我們再提一提這些主要的聲音 還有記者 女記者 就是這個... 這個... 軟健媽媽 就是這個真超的軟健媽媽 這個祖健... 祖健明 呃... 配音的 是的 是的 是的,這樣啦 那就... 那個... 班底就介紹到... 介紹到... 介紹到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 就先簡介一下故事 然後再去評價一下這套東西 那... 是的,那... 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是講... 這個... 這個... 阿佐藤教授呢 他... 呃... 既是一個... 新... 呃... 怪獸生態的一個研究者啦 的學者啦 但是同時也是... 原來他有... 他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他同時也是這個... 烏魯托拉曼來的 不是烏魯托拉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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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呢 是... 他是日本人來過但是... 是... 他叫佐藤 但是... 所以用烏魯托拉曼 是... 都是用烏魯托拉曼 是... 是... OK 是... 那... 但是... 他... 於是他一方面呢 他就... 兼顧自己的家庭啦 又兼顧教授的工作啦 同時也都... 作為這個烏魯托拉曼的身份呢 來去平衡這個人類和怪獸之間的這個... 這個... 的衝突的 的作為一個調停... 平衡者的... 就兼顧這個工作啦 那但是... 最後呢 在他小時候... 在... 但是... 但是... 因為後... 後來始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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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佛術的關係 那最後也都... 媽媽和... 這個老婆啊... 想... 都覺得是要... 總之是... 總之是... 後來最後就是... 呃... 媽媽和... 就帶著兒子... 佐藤健就去了... 就離開了... 那個... 他們原本居住城市 就去了美國那裡生活的 但是... 所以就跟... 佐藤健就跟... 小時候跟爸爸關係都很好的 那就... 譬如問過他... 你又喜歡棒球又喜歡烏特拉曼 那你會想選哪一邊啊... 那... 曾經都關係很好 但是後來搬了過去之後 而且也都... 呃... 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呢 這個... 媽媽也都... 最後... 是不知道什麼事 他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事 就失了中啦 那結果就說 佐藤健一個就在美國那裡長大 那然後... 就成為了一個棒球明星 那然後就歸國 那回去他們... 回去佐藤教授原本的城市那裡 那但是就不... 除了是... 但是他... 阿佐藤健回去呢 就不是純粹說是... 一方面就是他... 他... 他加盟去... 他當地城市的... 職棒的隊伍那裡 那裡就去... 想去闖一番名堂 好像是人類的嘛 對 那他加入一個巨人隊 一來就是想闖一番事業啦 另外呢 其實是有另一個原因的 就是他爸爸... 要他回去的 其實因為... 爸爸他... 後來他年紀大了 開始無法處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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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工作啦 他頂了一隻腳啦 對啦 那於是... 對啦 那於是就... 緊急就叫阿佐藤健回來 就是... 希望他兼顧這個工作的 那但是... 阿佐藤... 阿佐藤就一開始... 就不可一世啦 譬如他... 他在職棒那裡...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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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 在這種... 那麼... 幾樣東西都令到他有些... 頭痕的情況下呢 還要加多一堂東西就是... 在其中一次的這個... 怪獸的... 呃... 就是... 一些怪獸的衝突裡面 那有一隻... 有一隻好... 他們遇到一隻... 一隻... 很稀有的怪獸 我... 那隻叫什麼名字 那隻叫什麼名字 叫了... 西根屠龍 西根屠龍 對 西根屠龍 那是一隻很珍貴的怪獸來的 那但是那時候就... 那些... 這個... 那些... 警備隊呢 就去... 就去動... 就準備射他 就準備堆壞他 那但是...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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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就... 擾讓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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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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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記得了... 慣低了還是怎樣的 那... 但是後來... 那... 然後... 然後... 那... 那... 你...那... 那... 沒有了生命體精 對啦 慣低了 那... 那... 但是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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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生了一隻怪獸的BB出來 那... 那... 又... 那... 因為你破蛋而出那一刻 大家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 那... 那... 於是他就當了這個Helotelman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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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於是呢 他就在... 這一... 剛才一大堆焦頭難壓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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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之下 他還要再加多一重東西 是... 這個Helotelman的重宅啦 橙球方面那個... 他跟教練和整隊人的相處出了問題啦 跟著那些傳媒在那裡不停地掃湊他啦 跟著他跟他爸爸的關係又不好啦 再... 然後再加上有這隻怪獸的出現 那... 那... 他本身想趕快扔回去一個叫做... 怪獸的... 根據地的怪獸島 那... 就... 那... 就算了 那... 但是... 他們又不知道怪獸島在哪裡 結果就要在... 在想到方法安置... 這個... 這隻怪獸BB之前呢 他就... 他又要再生兼這個爸爸的職責 那就去照顧這隻BB的 那... 結果就搞到... 一鑊足這樣啦 那... 我可以送艾瑞去怪獸島 但我不知道怪獸島在哪裡 對啦 那於是就... 整個... 整個故事的主線就是這樣啦 那簡介就來到這個位啦 那一會就... 一會就... 一會就... 一會詳細解... 分析的時候... 一會分析的時候會再講多一點點這個... 內容的 對啦... 那... 好... 回到這個... 接著可以評價一下啦 那一些... 譬如基本的特色 先講了製作先啦 他那個3D呢... 他最初的那些人設和畫風呢 其實有很多人... 一... 最初一看到那個... 譬如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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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很多人都說很不順眼的... 那... 但是呢... 我覺得是... 因為我... 原初已經知道他是... 美國... 就是美國風的作... 美國風... 或者美國... 美國製作的嘛... 那他用美國美式的這種人詞 我又不覺得很大問題的 反而... 反而... 他外貌那樣東西... 我覺得不太大 concern 自己個人... 但是反而就是... 他看完那個... 那個... 故事那樣東西... 那個故事那個簡介... 即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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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英俊... 又... 有... 有... 很多人... 會覺得整件事很敵士來... 是... 那你會覺得... 啊... 其他人... 跟... 鹹超... 本來... 這些... 那樣... 有... 自己的... 自己身為風格... 是... 那這兩件事... 混在下去... 合不合呢... 我個人的... 那個... 有... 可能兩件事不太合適 其實會不會是拿日本作品來打自己給國佬精神的飛機呢 本身是有這個不安在的 最後又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這樣 這個故事 還是不太順眼 怪獸B都不Q 應該是這樣 第一眼的設定上其實不Q 也說可能不是每個人那麼順眼 但是到他動起來的時候 不愧是老手的製作公司 他用很多動態和動作上的表現來彌補 不是叫彌補 因為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應該是突出了 譬如怪獸BB 你第一眼看的設定 我也覺得不算太可愛 但是到他動起來那個神態 還有想了很多情節去表現他 他那些扭機啊 那些怎樣跟助騰互動 在這些表現之下就令到我覺得衛美 就是怪獸BB就很可愛 對 衛美真的很可愛 嘩 衛美的表情 因為看預告的時候 他沒有怎樣拍到衛美的表情 他出了幾個 他出了衛美的樣子 只有一開始 中間他走路 然後做人見追回他 然後就說 喂 你停下來 那裡 他只有那裡 他在PV裡面大部分的畫面都是 因為那裡不是他可愛的部分 然後當你實際一看下去 他是每一個神態都很可愛 嗯 真的很可愛 衛美 寶寶 真的寶寶 是的 那個寶寶的表現 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例如他 Before After 那段 然後他就馬上哭 然後他就馬上哭 然後他就馬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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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馬上哭 然後他就馬上笑 然後他就馬上笑 那個 那裡是做到他那個 即是他既是一個寶寶 但他寶寶得來 他又不是那種 即是他的表情又做得夠足 然後你是看到他 即是你看到 即你見到它是特意 是特意的 因為他他實際的這套戲裡 這套戲裡面 他的臉是特意 不可以說它是腫起的 即是他很肥的 沒錯 就是寶寶寶寶寶寶寶 你看到尚真想撕下去 是啊 然後他一笑那時 眼睛又很亮晶晶 然後他笑起來又很可愛 一看到那裏就已經 不行 韋美真的很可愛 然後已經喜歡她 她的動態令到你會很喜歡這東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明明是一隻怪獸寶寶 但她整部電影沒有放一些 因為這隻怪獸寶寶扭動 然後令到你看到很悶悶的劇情下去 正常那些臭仔劇會放一些這樣的劇情 你會覺得這隻怪獸寶寶 會不會有這樣的劇情 但這部電影是沒有的 是一些這樣的劇情也沒有的 其實你都可以感覺到 臭她是很麻煩的 你又不是憎恨這東西 不是她的問題 你感覺到不是她的問題 或者說她 或者她應該用了一些 幽默一點或者搞笑一點的方法 去將她那個 那種難臭 還有那種 說大哥她衝了出去 很麻煩的 去表現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就 其實你不會因為那些情線而不喜歡 不喜歡為美 反而是因為那些為美 其實是挺難的 要做到這樣 你要說這隻東西難抽 但又不肯整那樣東西 是啊 是啊很難的 因為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寶寶的 但是我看衛美 即做人見 如何在這個 臭衛美的過程 苦戰的過程 你是不會覺得 衛美的舉動 或者她的行為 很黑人震 很敏震的 你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感覺到 衛美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寶寶 嗯 但是她表達自己 她是用一些 即她 她就是 不是就是 嬰兒不懂得 表達自己的時候 她用的那些手法 但是 她不是周圍搞事 她純粹是表達自己 現在想要些什麼 其實也是一個很乖的嬰兒 她是一個超乖的嬰兒 她算是很乖的 不過她是 她體型 和 她怪獸身份的關係 所以比較難搞 還有 我喜歡衛美是她打棒球 那裡 被阿佐藤健 把球丟掉了 那裡 那正常嬰兒就哭了 嗯 然後她爸爸叫她不要哭 那裡 就是一個 是一個堅強的好嬰兒 嗯 是 所以是 很吸引 那又再 再 其他人的動作 那個動態 那個 那種流暢 還有那種 怎麼說呢 很多小動作 來去 來去寫 來去表現 那些角色 還有就是 譬如 變身了 變身超人之後 她有 她有 自己的特別的東西 除了是她體型 是比較好美式之外 譬如她動 她呢 她用她發光的那個位 其實是 就好像做了 好像眼珠的感覺 她裡面好像有 她會動的 對 她燈膽那個位 是會動的 其實好像變成眼珠 這樣動的 其實是很棒 真超也有這個細節 真超也有 是 所以她這裡就再做得出一點 那個感覺是 是很有趣的 那又 所以她 所以她 所以她那個 3D動畫這個製作 是真的很厲害的 那也真的不愧是老手公司 那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另一些 基本特色就是 就是 這個 她的彩蛋 就是 你捉到 有排你捉的 就是去到 去到一些很明顯的 譬如她後排 後排有些 有些公仔 有些某些戰隊機械人 然後 然後 去到 譬如她打的怪獸 除了 除了 今次那條 原創的怪獸之外 其他那些 你也是熟口熟面 熟口熟面 見過的 那又還有就是 譬如 一路在城市打架的時候 那些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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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 reference 全部都有reference 在這裡 例如這個 例如這個 Starbuck 變成這個 七星盒 咖啡廳 他更加 將七星盒 那樣 拋在Starbuck 的logo 還有這個 新調的 怪獸走場 是 怪獸走場 都 黏在那裡 很明顯的 Moltz Burger 都置入行銷 對 所以其實是 很多reference 放了在裡面 很多彩蛋 放了在裡面 放了在裡面 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導演 真的很喜歡 而且 日本 不是 鬼佬日本 是 是 是日本 是日本的大城市 是日本 雖然 他的秋葉原 用得 那些 光 那些 魏紅燈用得太多 秋葉原 沒有那麼多魏紅燈 那些招牌 是光害的 沒有那麼光的 沒有那麼光的 不是RGB來的 是 除了他 但他那個 你在動畫 要做得那個場景 要 要 色彩繽紛的 效果 我明白的 是 那這個純粹是 他要做到場面 有個 漂亮一點的效果 但是他實際 街景 除了那些 RGB 招牌之外 是 真的是 日本 不是鬼佬的 日本 嗯 可以看到他們 兩個 真的好 有心機去 有日本的文化 對 去做日本 出來 然後 最不日本 就是 阿佐藤健家家 是 因為 因為 他值得 Tony Stark的家 他那個 值得 值得 Tony Stark的家 再加上 再加上 Batman的蝙蝠洞 他把 兩大 有錢 英雄的公司 披了下去 阿佐藤健的家 那裡 不是啊 佐藤教授的家 很日本 是啊 但是 佐藤健的家 不是 佐藤健的家 是他自己 買了一個地方 可能現在 東京真的有這樣的地方 我不信 他在 東京灣 那裡有座島 然後 在座島 那裡有一條 天橋 搏回本島 哪有可能 然後那條橋 平常是沉在海裡 是 他走的時候 才浮回上來 很不信 可以再誇張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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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所以這個製作上面 是 很有心機 故事上面 也有趣的 其實有 這個就是 其實你看 如果 現在很籠統地說 其實那個故事 那個 用一條骨 其實是 其實是 美式英雄的一種 那種 格式 對 那 那個主角 小小 沒有父愛 然後 大過了 就 然後 學會 什麼叫做父愛 然後 跟爸爸和好 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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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過程 完全是美式英雄來的 又一開始 完全沒有 沒有那種 使命感 就是 對英雄 毫無自覺 然後 怎樣 慢慢去 自覺到這件事 然後 真的認真 pick up 英雄這個身分 其實 它整個流程都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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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derman 其實它 它是 用Spiderman 那個 那條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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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一個 鹹蛋超人的故事 但是 它 有個概念 用得不錯 是 本身 那個 是日本 Wiludurman 那個概念 是 Wiludurman 的身分 就是 這個 宇宙的平衡者 是 是 它 一直都很強調 這個平衡的概念 是 這也是整套東西的主題 反而不是美國那邊的特色 是 那個特色 是 真的 是 保留初代的核心 是 所以 它 它 所以 它 它是 外殼 是外國的 外國的英雄故事 但是 它有外國的東西 也有日本的東西 所以它真的 兩邊的東西 當然 比例上就是 外國的東西 是 那沒有辦法 一定是 那是外國的 是 所以 也是合理的 那 它 等一下 它爆炸的時候 是不是致敬Ironman 3 是 炸了它家裡 還不是Ironman 3 炸了它 那 它有沒有 第三個湯 今天知道 OK地址在這裏 過來找我一隻抽 大我一笨 這樣就是炸狗 好 好 好 它自己導演都說 想寫親情的東西 都不是 什麼 都不是美 英是很老套 那些父子吵 交劇 你要做超人 你要做超人才可以守護到地球 我不知道怎麼做 總之你要做超人 這樣 用老套 阿Ken 用老套 用老套 還有我發現 我剛剛一直說了 是I-R-I-L-M 不是I-M-L 已經說了I-M-L 公司就是I-L-M 是的 所以 如果基本特色來說 就是 他兩地的特色都 將兩地 即是 美式英雄和日式英雄的特色 他混在一起做 這套 而他混在一起做 這件事 這件事 具體如何混在一起做 具體如何混在一起做 這件事 會比較多 那 剛才 那 譬如本作的超人 剛才女姐說了 他 就沒有 沒有後來 我們現在看的超人 就會比較傾向 他主要是 保護人類多些 但是其實 譬如吉田 那時候 其實都 比較是 他會保護人類 但是同時 其實他的身份 其實是 一個 比較超然一些的存在 即是他是負責平衡 人類和怪獸的衝突 一個 一個 超然的存在 而這裡 其實他有用回這件事 就是因為 因為 他這裡的設定就是 其實 警備隊 跟超人 不是 exactly 是同一個立場的 因為 警備隊 因為某些人的關係 現在就變成了 是 一看到怪獸 就要殲滅 但是超人 不是的 超人 是會視情況去行動 即是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 真是被迫著 不是他都會殺的 即是被迫著要拿殺手 是 是 是你逼我的 即是逼到我走投無路 我就唯有變 變太陽龍色 打勾你 是 是你逼我的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變日式 你不要逼我 是 不要逼我變日式 一下炸下去 是 即是 被迫著要 即是不得不下手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下手 但是 他 是 他 至少爸爸 他也是 他是盡量避免 這些情況發生的 那一層 那一層見也是 那一層見也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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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雙方的 一個緩衝帶 他是想 令到兩邊 隔開 或者 共不共存到 不是 即是 不是他最主要想做的事情 即是 保持界線 大家不要侵犯 對方的 地盤 或者 這個 都是共存的一種 保持距離 大家在這個 這個地球各自生存 那不要干擾對方 不是Pokemon 不是 像佳山這樣說 是 我只不過是走出來一步 就被你們不停在那裡攻擊 有誰會想走上來的 是 有誰會想進去你們的地方 是 所以其實他 所以 他和大地的想法不同 大地的想法好像Pokemon 對 Pokemon共存 或者做朋友 但是 就是 這裏是最 其實 這裏只要保持界線 保持那條界線 保持那條界線 加不起衝突 就是平 是的 所以 也都是 還有就是 這個超人 這次斬紅燈 大家一直說 以前的超人 就是沒有能量 就會斬紅燈 但是這裏的設定就是 或者是 後來新世代的超人 就是變成HP計 就是快要 HP計算是加20個 已經是 HP計算只有兩個 呃 都是只有加亞和Lictus 明確說明是HP計算是這兩個 是的 但是 現在這裏 就有另一個詮釋 就是 是跟你的心情掛勾的 跟你的精神狀態掛 如果超人 如果他的情緒不穩定 或者他的思緒太混亂 太大壓力 太大壓力 對 那他就會斬紅燈 用不到能力 而斬紅燈期間 他是會用不到他的超能力的 那 只有在平心靜氣 藍燈的狀態 他才可以出到死光 或者用到他自己的技能 那 所以 所以維持分體的狀態 那樣東西就是 就沒有那個時間上的限制 對 反而是心境上面的 那個平衡是很重要的 對 那這個 那這個就是 那 為什麼要提到這兩件事呢 其實跟整個故事的主題 是很 很掛勾的 就是 整套東西的主題就是 兩個字就是 講平衡 但是 講的不順 講的很多個面向的平衡 呃 先用 先用 男主角 男主角的佐藤健 來講 那 那 他不是 某個 某個 無美超人 這樣 他不是很弱 不是很善 他是善良的 但是 因為 因為 他成長的環境關係 他是沒有了那個平衡的嘛 就是 譬如他的家庭已經 已經是 譬如 已經在美國的時候 本身已經得媽媽 還要 小時候 媽媽又失蹤了 他只剩下他自己一個 他 呃 但是 媽媽失蹤是 近期的事 對 媽媽也失蹤了 然後 跟爸爸的關係又不好 然後 也因為 在美國 他 那個 生活的關係 令到他那個 令到他那個很自負 令到他一個 就是 傾向自大 和 傾向 傾向 說話 是不留情面的一個態度 對 小時候 被外國小朋友 嚇到 所以 這些是 作為一個 外地的 你的移民 是很常見 發生的事 對 對 就是保護自己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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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所以 他一回來 他整件事就格格不入 一來 他 他 他完全不留情面 串串共 譬如在記者會 他說 我是來拯救這幫廢物 這樣 嘩 他有沒有這樣說 差不多這個態度 他說 他說 看著我 我一定 一定會拯救到 未來這個 會是我 未來比賽 會是我完美的個人show 是啊 但是 打棒球不是只有你嗎 師傅 你覺得大谷祥平怎樣 沒有啊 我不在乎 現在因為最厲害 在生的棒球球員就是我 是 大谷祥平也是在生 沒說到他死了 但是他 所以他 他意思就是 在在生的球員裡比較 最偉大的人就是我 是啊 他 他都不敢說到連死了 跟死人比較 他都不敢 未去到這麼囂張 是啊 然後他 他 他回到來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 完全 一個沒有平衡的狀態 他對 對於 跟人的相處 他是沒有 不會平衡的 一 去到很盡 不留情面 對他 老爸也是 他是完全沒有溝通 然後 到超人 很難的 對於他來說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啊 然後他就叫我回來 就是這樣啊 是啊 然後他做超人 因為 因為 無緣無故叫他回來 強行叫他做 他什麼 什麼訓練都沒有 或者 什麼 什麼經驗都沒有 他就突然間要他做超人 然後 還要被人罵 這方面 也是沒有平衡的 那 然後 在 這個時候 的 坐騰劍 是一個 暖晒龍的狀態 最初 我們一路 我們自己看的時候 都一直說 喂 我心想 如果你是防衛隊 都更好一點啊 你運動員 運動員 你怎麼抽到時間 變身出去 出去 打怪獸啊 大哥 你怎麼抽空到時間啊 結果他就是 他就是 沒辦法 他是搞不定的 因為 運動員 是一個很困身的工作 來的嘛 就是 你自己訓練 和比賽 這些 其實是 團隊協調 團隊協調 是一件很困身的工作 我一聽到 你又要做 又要打即噴 又要做超人 你行不行啊 結果跟你說他不行 又要抽B 結果後來還要抽B 然後中間 他那個 說他怎麼 特意早起床 又要 又要照顧完那B 又出去訓練 整段 那B 嘔奶了 我又要醒了 所以我又要出去打球了 對 然後他中間一直 慢慢步向崩潰 那個 那個表現 我覺得是寫得很好 他整個人 就已經 完全 完全不知道 如何在這些事情 裡面 拿到平衡 因為他 他要兼顧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他發覺我沒有能力 兼顧這麼多事情 而他 而最重要是 還有一件很慘的 其實這些東西 不是他自願 自願要他揹起的 除了打球 除了打球 除了打球是他想的 比較想的之外 其他東西全部都是強行握給他的 所以AI建議他放棄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強行揹 你不如不要 不如 隨便放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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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到 去到 阿佐藤健去跟那個記者 那個人妻記者聊天 那段我覺得心靈雞託 又是很老套 但是他講得很好 你怎樣可以 堅固著 你記者的工作 你又要照顧小孩 我要惡意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但是我要做 因為我為了 因為我是 我為了 我希望我 我的兒子可以 不是 有時候在那個相處裡面 在那個 雙向教育學 那個 那個 那個相處 那個過程裡面 他帶給我的 他帶給我的東西 比起我帶給他的東西 更加多 是 你不是單方面付出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相處之後 那個最不可思議的地方 你要 提醒了他就是 你不是單方面付出的 你是 你除了付出之外 人家都會 你付出完 人家是會給你回應 這種雙向的關係才是 會令到你 你都會有得著 然後你拿到得著之後 會再繼續去 去改進 或者改善自己 然後你就會 然後你慢慢就會 在這些東西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樣 那個平衡就是 這樣去做出來的 這個記者就這樣 新教 說了給 阿佐藤知道 這件事 然後他才慢慢 開始在 在這幾樣東西之間 去拿到一個平衡 還有他學習 他學習如何照顧阿維美 我覺得整個過程是很棒的 有一開始 就是一開始好像 帶了一隻寵物回來 餵飽他就搞定 他後來 就是他 他最初他只照顧 他起居飲食 已經心力交稅了 他已經 他沒有空去理其他東西 他只是 要維美認到自己 他已經很麻煩了 因為最初 阿爸 之前 阿爸 之前 因為最初 衛美只是認到 Ultraman 是自己的老爸 一變回做佐藤 他就哭了 他要不停地 變身 改善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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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衛美 意識到 原來這個人 這個人 原來人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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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老爸 這樣 這件事也花了很多功夫 真的 有時候 就是 講那些父母 如果老爸 有剃輸沒有剃輸 都已經 已經搞好久了 認不到 是啊 所以 這個 這件事很實在 然後最初 就是 餵飽他 都已經搞了 已經 只是想辦法 要繼續餵他 已經想死了 美國 美國牛排 這些食物 不要這樣丟 你再這樣 我生氣 我沒有餵飽 你 然後就哭了 然後還有就是 我不是要這些 我不是要這些 是 然後要想餵他 我們要什麼 我還要吃魚的 這樣 然後後來 是魚的嗎 是 給你 然後 然後 吃完一堆魚之後 就叫Obi 然後又要清理 他最初 我還要幫他抹屎 是啊 你是照顧他起那個飲食 他都已經 已經 已經想死 然後 但是後來 後來 因為他為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為了不給 不想他哭 或者令到他乖乖地 就用電子奶嘴 就用電子奶嘴 即是逼迫他 在卡龍片 那個AI 那個AI說 根據我們的科學研究 這樣並不是 一個最有效 或者對那個小朋友的成長 不是那麼好 我不理了 你總之就 保持著 放那一首很昂貝的 很昂貝的動畫 保持著他補床就可以了 是 那 那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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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哥夫城 是嗎 對 這樣 但是 他 但是 但是去到後 就是他跟記者說完之後 他就開始察覺到 不是 你 只做這些是不足夠的 然後他就開始察覺到 比如說 衛美原 是 看到他那些打棒球的 一些片段之後 他自己都開始想學 就是想學打棒球 然後就開始 開始就 除了是照顧衛美的 生存方面的需要之外 也都開始 開始跟他玩 開始跟他 跟他 多一點的交流 令到 就是令到 希望可以 為這個BB 帶到更多的東西給他 對 帶到東西給他 對 然後也都 雖然也撞板 就是他 譬如中間出走那次 又搞到 我衛美受傷 然後 也都 變成一個契機 給他 就是他 他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只靠自己 真的搞不定 但是 他這個城市裡面 最熟悉怪獸的人 因為 衛美 就是因為 他爬完 爬完 東擊鐵塔 掉下來 那一下就 撞傷了一隻手 然後他 他不懂 他搞不定 整個城市裡面 唯一最熟悉怪獸的人 是誰 就是他老爸 那就是 迫著 迫著要破兵 對 給他 契機 他破兵 然後 也都因為 他之前開始 照顧衛美 這件事 令到他相對對 對老爸 那個 戒替 是相對 減輕了 減輕了 所以才令到他們之間和好的 我挺喜歡第一次 就是 佐藤見 就是 AI 就自把自衛 召了老爸回來 其實他們兩邊 說話都是平衡線 是 就是 那隻 那隻 就是他都是關心這隻怪獸 那隻 就是那隻平衡著 為什麼怪獸現在 你家裡搞派對 蛤? 派對? 你竟然擔心這隻怪獸 剛才你那隻平衡是絕種的怪獸 剛才真的擰下我的頭 你有關心過我嗎? 是啊 其實那時候大家說話都是平衡線 而衛美是給了一個機會 他們有共同的問題 要去面對 他們才開始 才由那個平衡線找到那個交會的點 是 所以就 最後才令到他們 即是叫做 在 即是 因為以前 應該是因為有媽媽 做一個 做一個點 他們才可以 有一個連繫的點 但是媽媽一失蹤了他們 那關係就馬上 都不是的 都不是因為 就連不回 都不是因為媽媽不在的 蛤 都是 即是 即是怎樣說好呢 一來就逼 地理上的逼 已經遠離了他 是 遠離了他爸爸 是 然後就 地理上已經有個隔閥 然後 之後就是 時間上的隔閥 即是這麼久沒有溝通 就真的溝通不了 是 是 就是這樣 所以就 他們之間的父子關係 那個 即是 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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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老爸 之間的關係 怎樣在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令他慢慢收復 這些關係 然後 這些東西都連繫到 他開始有一個 有一個心態 是 就是調整到那個心態 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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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人那邊 也都令到他可以 調整到心態 來去面對 面 面 面對這個 這個使命 這件事 因為他跟怪獸 因為他有跟衛美接觸 令到他更 比較 開始多了care 怪獸 這件事 而且他 也因為他開始 學會了平衡 他就開始 或者開始 開始了解到 有些事情 是 是強硬 去做 但是 我可以 我 我 怎樣去面對 這些使命 這樣 這些事情 是令到 他那個人 開始轉變 他開始 比起 之前 比起以前 那個輕輕浮浮 串串貢 那樣的人 他就開始踏實了 然後 連 連打積棒 那裡 都開始不搶風頭 即是他不再 不再是 不再是 他就不再是 自己搶風頭 甚至乎是 開始 train 一些新人 就是 我 因為他前期開始 因為他拿不到平衡的時候 他開始打球 打到一匹屎 不停地被人罵 那 由他開始 就說 開始放低了 這件事 就是 被不被人罵 不要緊要 最重要是對球贏的 那既然是這樣 我比起自己 我不如train train到 train到我的隊友 更加厲害 那 結果他也都 令到他 訓練到一些新人出來 結果那些新人也都 變成了 亦都被 被期待 或者後來也有一個 好的表現 亦都為這件事開心 那 這些轉變 都是 都是 我覺得是整個 整個流程都寫得很好 那 即是他 扣連回 他幾樣東西之間 他都 他需要在這幾樣東西之間 拿到平衡 而他 當他拿到平衡 那一刻 亦都是 令到他 確立到 他 怎樣成為 Huildo Dorman 這件事 那 我故事的連接 我覺得算是寫得不錯 這樣 L呢 有沒有什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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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 也是 很老套 就是 是 因為前面 爸爸對媽媽那種 是 那種 那種 我不能叫無常 但是 那種 其實 其實他 對他媽媽做過的 就是 他有多愛他媽媽 他是不需要 做出來 或者不需要特地說 就是我放在心裡就可以了 但是 這一種是 一個很成熟的人才會這樣做的嘛 但是你兒子不是一個這麼成熟的人 是 那結果就造成了你們兩個之間的那個 那個衝突 嗯 然後 然後 那樣是很老套的 這一種 但是 但是他寫到出來 你有感覺到很溫的 去到後面 就是 哦 原來爸爸是 對媽媽的感情是有這麼深的 但是 但是你感覺到爸爸 他有不足的地方就是 他不 有些事情他是要說出聲音 但是他沒有說 那原來作能見那邊就是 什麼都 就沒有給他機會 就是沒有去接受別人說話的那個空間 他 他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點就是 就是 總之所有人對我都是敵人 我不想聽他們說話 嗯 就是起了槓 那麼 兩邊是有 是有 都有他們 不好的地方 然後他們各自 去到那個時候就 叫做成長了 然後就去到 溝通了 就是那個位置是寫得不錯的 嗯 然後再加上後面就是 就是他們跟阿衛美 相處了一段時間 然後 然後開始說 啊 作能見 有 開始有 那個 要保護他 家人 或者是他有 他要保護的東西 現在 嗯 然後他就問他爸爸 就是 爸爸你有沒有 擔心過自己 不夠能力去保護我們 這樣 然後那一段 我覺得是看到 是有點眼濕的 嗯 是挺好看的 我覺得 他寫得很好 我覺得那段是 因為爸爸就說 就是 這裡也是扣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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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會響的 那個設定 就是 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橫衝直撞 什麼都不想的 這樣 每次 戰鬥就很快就著燈了 嗯 直到你媽媽 直到你出生了 嗯 然後 然後 有一晚你媽媽住家 你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那個對白 有少少少 說到媽媽那種 說話 有少少白卡 那種感覺 都是 都是鼓勵著他的 都是鼓勵著他的 還有媽媽 那個是說 就是我會 一直留在你心 將你一直留在心裡面 但是 但是我會努力去 生存下去 就是我會辜負你保護我的 努力 媽媽那個對白 其實是 是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 因為 然後 她那一對就是 媽媽那晚煮了咖喱 然後 但是有怪獸出現 然後 然後 我想當死了 回不了你吃咖喱 這個就是最大的悲劇 然後媽媽就說 雖然你死了我會很傷心 你死了我會很傷心 一定會傷心幾個禮拜 但是我不會覺得我會拿費咖喱 我不會拿費咖喱 我一定不會拿費咖喱 我一定不會拿費咖喱 這些咖喱我都是會吃光的 那 就是 他 你 有個 言內之就是 我是會很傷心的 你死了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 就什麼都不吃 去放棄 我的生命 我也會好好地活著 是啊 然後爸爸就說 從那一刻開始 我戰鬥的時候 就只會想起你媽媽和你 那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沒有再斬過燈了 他講到那個就是 一個英雄最重要的 要有的那個 那個原動力 對 就是要保護他重要的人 只要你有這個 有需要保護的人的時候 你就會 有無限的 能量去推動你 這個是寫得很可見 他就是講 到現在 蔡仁健開始找到 什麼是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就是衛美 就是他爸爸 就是他的家人 他開始明白到他爸爸以前 是抱著一個怎樣的心情去戰鬥 這樣 這一幕是寫得很感動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他 就是他 這套電影裡面的那個主題 其中一樣就是 這個是寫得十分之好 我覺得是 Family Family 沒錯 不是片原車 就是Family 那些 這裡的 那個 那個 親情的重量 是寫得到出來 這個是 還有他 呃 就是 所謂那個平衡點就是 在親情那裡 他重新拿回那個平衡 那他就可以 他就變回 從之前 孤身一人 那就變成了一個 找到要守護的東西 找到一些 原來他找到一些 除了他自己之後 他在乎的人 那他就可以開始 他就真真正正就 那個 罷兵到決心 去繼續 去成為這個 Rotoraman 這樣 對 那又 他爸爸 然後他爸爸 其實都是 都是 這個 平衡 都是跟平衡的主題 求得很好 其實他最初 就是為什麼他最初 會 會 用Rotoraman 這個身份 去繼續 去戰鬥呢 其實他最初 都是 為了尋找平衡 就是他想 為了找到這個 怪獸 和人類之間的 平衡點 所以他 就變成了Rotoraman的戰鬥 但是他為了去尋找這個平衡 其實他最後 他失去了另一個平衡 就是他失去了 他和親 他和家人之間的那個平衡 他失去了家庭和睦的平衡 那 那 那但是 很難兼顧到的 是兼顧不到 但是 結果就 他失去了 跟他兒子之間的那個平衡 但是最後 也 因為他得到了 兒子的量解 才重新獲得這個平衡 那 你也看到他爸爸 他也不是真的說 因為 他不是純粹 只是 為了所謂的大義 所謂為了人類和怪獸之間的平衡 他固然是在乎 但是他也都 後面也都 呃 情節很老土 但是也都 很 很有感染力的 告訴你 其實不是他一直都很在乎他家人 只是 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真的 還要隨著年紀大 隨著受傷 他也都 開始力不從心 這件事 他兼顧不到 這樣 他那個 那個 但是也都 後來 因為兒子 體諒了他 所以可以 所以最後 他重新得到 這個親情 重新得到 那個平衡 是 還有一個細節位置做得很好的 是 就是 最終 戰的時候 是 爸爸那盞燈都是沒有斬過 沒錯 整個最終戰 就算被人踩斷腳也好 他都是沒有斬燈的 所以 他是 他的心理質素已經是強大到一個 這個 這個地步 是 是 他的體能追不到 所以 心靈上是很強大的 還有 還有 超人 老爸 他加撇鬍的時候 整個造型 古代帝娜 就是胡蘇帝娜 超古代帝娜 身形 也萎縮了 是啊 他年輕的時候是吉田來的 是很fit的 Handy這個 父子曹嬌 父子曹嬌有沒有機會寫得不好看 是有的 就是這個 傅兔昇戰裡面 好 某一個 各位 髮型好像達哥那樣的人 FM自己老闆原諒自己 父子吵架 那些人啊 寫這些親情條有多難寫 是可以糟糕的 是可以糟糕的 而這一套是老套得來沒有糟糕 而且感染力寫得很好 大壇先生 和大壇先生吵架 不就糟糕了 天空的 我又想起他們在 天空的身形啊 不要提他們兩個了 字畫的 然後還有 他父子 要對比他父子 還有另一個人 去做一個對比 就是尹田博士 他就是完全失去了 平衡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某程度上 比 拼過 拳藤叉謀 我覺得 拳藤叉謀 會不會刮 怪獸的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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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 拳藤叉謀有可能的 但是 他未做得出 有可能這樣做 但是他沒有做到這樣 他最多就是 就是犧牲 非要 一個人 我吸光光 去做一個人造超人 救世全人類 然後我就要用這個人造超人 去保護整個地球 我不需要一個會違反 我指令你不知道他會做什麼的超人 不可控的 一個不可控的究極兵器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拳藤叉謀的出發點都是保護人類 但是他未做到 說要把所有怪典出來 穩田博士 他是保護全人類 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報仇 是啊 而他 還要保守的方式是 刮人家的巢子出來 殺人全家 我含家我慘嘛 你們都含家慘嘛 是啊 那就是要令到怪獸絕種啊 大佬 他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而原因就是因為 怪獸 怪獸當時 怪獸的傷害 他老婆和女兒都已經 這麼有空地離開了人世 是啊 他還要怪獸超人 就是我老婆和兒子出事的時候 你去那邊 為什麼你救不到他們 你救到他們 是你殺了人啊 是有那種 資利破滅思考的那種感覺 真的瘋了 但同時間他又懂得 關心別人的家人 他又會跟JJ說 JJ你家裡 你很累 你很累 你一定是沒有回家 這段時間 你好像 有子女那個 是啊 長官 我有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那你今晚就好好回去 陪陪你家人 明天再繼續去找那隻 小的怪獸 就是陪你家人的時間 是很重要的 你回去吧 然後又或者是他準備去 去挑戰這個 阿佐能健 和這個 惠美 和惠美媽媽的時候 他又會 即 放走他所有 防衛隊的 靚 我是不會拿著 整隊人跟我一起攬炒 是啊 我要跟他們 攬炒 就不會要你們跟我一起去死 是我的事 是我的事 那你們就快點回去吧 你們有家人的你們回去吧 是 變了變了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街霸那個 阿海爾 阿蘇把佬 是 你都要 你都要 你的國家 你的國家都有家人的 那你就快點回去吧 所以他 所以他是 他是很瘋 但是瘋得來 他又有些位 他搞得清楚的對象是誰 是啊 就是怪獸以外的人 他是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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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不是 蒙鼎他是瘋子 不關超人和不關怪獸事 他就很正常 一關超人和怪獸事 他就 他就是瘋子 然後 沒有家人 剛才說 沒有了 有要守護的東西 的人 是可以 有動力去 生存 或者有動力去維持平衡 但是他就因為失去了 失去了他想要守護的東西 那他就合日瘋狂 他就失去了平衡 然後就合日瘋狂 就變成了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只是想殺殺怪獸全家 HIGH JUICE LAYER 我也不是想殺人 但是為了我們世界的和平 和我自己的報仇 也沒有辦法 畢竟我也是一個做科學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這句話 是有點牛頭不達馬 你想不想殺人和你 是不是科學家 他只是為自己的行為 就是去砌一些理由 他只是不停想找些東西 正當化自己的行為 我不是千線路 我不是千線路 你是啊 找些博士你是啊 是 最後 最後 到罕戰太平洋 整個大機械人 都要衝過去怪獸島 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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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的家人 他是有差別的 就是 他明白 他明白 每一個生物都會有他的家人 但是 我關心的家人 只要有人類 怪獸的家人 食屎啊 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你有沒有家人 你家人只是給我利用的道具 只是給我利用來找到你們 怪獸島的道具 食屎啊 你怪獸家人 你不配有家人 是 是 所以 他是瘋的 是 他真的是瘋的 不是 他 不是 到他為了 其實到他最後發爛那一下 其實他 他都 他可以利用怪獸BB 來去 來去 對付怪獸 他的家人 然後他可以 當著 佐藤健的面對 他爸爸 踩斷他的腳 那這些不是家人來的嗎 這些不是人家的家人來的嗎 但是他已經 他不在乎了 是人家的家人 是人家的家人 不是我們人類的家人 不是人類的家人就不關事 所以他是 真的是 他 到最後 他連人類的家人 他都想殺 對 因為還有自爆 他不管了 我死了 我自爆 我去找我家人了 我不管你們了 但是他那個自爆 是會炸平民的 是 但是他 他也是 照做 所以 其實最後 最後那一下 是 撕破了他所有 他那個大義 他所說的大義 我是他 癡人就是 是 他就是把 撕破了 他所有 外面的包裝 我就是 要報仇 是 其實 說到最後就是想報仇 但是 他 但是 你不會理解不到 他不是純粹痴痴 原因是很充足的 太過悲痛 他是個人太過悲痛 悲痛到痴痴 這件事 是 沒辦法的 但是 這個也是他拿捏得好的地方 就是 他是瘋的 然後中間他炸了兩次 老豆 是 你是會生氣的 但是你不是不明白他 他痛苦在哪個位置 就是他拿捏得好的 這個地方是 你會明白他有什麼苦衷 但是你都會對他的行為覺得憤怒 是 所以 我知道你怎麼會這樣做 但是你可以不敢做 但是你可以不敢做 就是 他是沒有想過那個地方會不會有平民 總之 衛味在那裡 然後超人都在那裡 他就炸夠那裡 就是他沒有想過那個地方會不會有平民 其實 嗯 譬如你說第二次炸 你炸造型的家 你看一看 那個地方 你有地圖 你有衛星 你有無人機的嘛 你看一看都知道 你看一看都知道 你看一看都看到那裡是狀行的家 嗯 就是或者你會看到那裡是一間豪宅 然後你照射到那裡射下去 你沒想過那間豪宅面有沒有人 劇 劇 搞這個什麼 搞這個露營的時候也是 嗯 整個老人家動了 飛彈還在那裡 他死了 不是老頭是超人 你不是老頭是超人 你不是老頭是超人 對啊 死了啊大哥 超級黑筋 所以其實他 他沒有 他那些大義全部都是堆砌出來的 其實到最後就知道 那個外郎 都叫做裝得幾好 最後就抹了面子 那 呃 所以是 所以主題就是 他找平衡點這件事 他貫徹下去不同的劇 貫徹下去親情 超人 還有怪獸的那些情節 我覺得都是貫徹 貫通得很好 整件事 最後 所以最後也是 就是 呃 整個故事就是 他 剛剛 其實一直都說的 就是 我們一直都有提 就是 其實整條橋都是很老套的 親情橋 他裡面的親情主題 那超人的那個什麼 自然的平衡者 還有他裡面很多橋段 其實都是 就是 都是 你在美式和日式的 英雄作品裡面 你真的看得很難 但是他兩架 但是他一來就是兩邊的 特色 兩邊超人 兩邊英雄的一些特色 他 混合了做這套作品 然後他也都因為 他也是 他老套 但是他 他有 他有 認真去鋪排 和 砌好這個故事 所以其實最後這個故事 都是一個 你都是會 你都是會 看得 你都是會看得很開心 或者會看得 為那個父子情 那些東西 你怎麼都會有些觸動 也都會有些觸動 但是同時他就說 令到更多人可以對這套戲 有一個共鳴 所以他比較貼近一些 即是 貼近現代的設定 或者是 描寫會現代化一點 嗯 結果這兩樣東西 混合在一起 他一個 不謀而合地 他是把超和的超人 和平成的超人的要點 混合在一起 因為平成的超人 在 講話 是不是自然的那個調和 即是負責 平衡自然和人類 那樣東西之前 你會先找自己究竟是誰 即是為什麼我會拿到超人這個力量 即是身為超人的我 和身為人類的我 那個 那個身份應該要放在哪裡 但是 但是超和那邊就是說 他最多會煩惱的就是 我應該幫人類還是幫自然 嗯 即我會不會太過介入人類那邊呢 會是這樣 但是他現在因為 他把自然的平衡者 這個東西 一個調和的工作 然後再加上 現代化的描寫 然後就變成 阿佐藤健 他變成 既是平成的人類超人 也都 同時掌管 也都 背負著超和的 那個特質 那個特質 嗯 即是 是一個 我 可不可以叫做 在必然之下 會出現的一個化學反應呢 現在這樣 嗯 但是他又把兩樣東西混合得很好 當然他們是沒有 沒有想過 就是要把平成那個 人類超人 那樣東西 混合進去這部電影 但是 因為他說要寫一個 現代小小的故事 一個親情的故事 就是必然地 令到佐藤健 會為他自己的 立場 為了他自己的 identity 而煩惱 那這個就會變成了 平成超人的特徵 嗯 然後 但是他也都把這兩樣東西混合得很好 嗯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是一個幾 幾 幾 怎麼說呢 不 剛好屁股撞軍 做好的地方 他剛好屁股撞軍 做得很好的地方 嗯 是 所以 可以有 這套是 他目標是想 這套 他整個這套目標也是想 打 例如打出日本 打出日本之外 還要是 打這個 超級合家寬怒線的 這套是 是啊 所以他 他在那些 他在那些 古東大會那些都說 這一套是 向的那個 那個 受眾 是家庭 受眾 他有說過 說了很多年 由21年開始 那個 古東大會 都是這樣說的 對 那個 上面的 那個 提供資料 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Andy說 Andy說 怪獸平衡 那樣東西 他說得比較少 我覺得是 因為他想 我想他 他重點想放在親情上 多些 是 就是 他想合家寬 那樣東西 家人 說親情 是比較 家人 容易打動到 一些 一般觀眾 所以 他 可能因為這樣 他把 焦點 傾向了 說親情 親情戲那邊 多些 但是 現在出來的效果 都是 都是 都是不錯的 而且 都 等一下 我看一下 現在 目前 現在 Live 列 為止 先看 毛飛排行多少位 現在 在Netflix 排行 還是 本日兒童 電影排行 第二名 這樣 都 都看到 成績 是令人感到 對 他說 頭三天 的成績 是什麼 頭三天 的成績 是全球排行 第八 是 夠不夠 夠不夠 滿意 那 頭三天 他說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機甲 鹹超 製作者就說過 Netflix 計算的準則是 第一個月 嗯 是 就是看第一個月 所以 看第一個月的成績 之後 再去 商討三個月 才決定 會不會有續閘 這樣 是 然後 現在 現在就是說 去到 去到 到 嗯 6月14日 直到 6月16日 的三天 的三天 裡面 就 在 12個地區 12個國家 和地區 就入了 周 間排行榜的 TOP 10 的 然後 然後 在全球的 TOP 10 排行榜裡面 是第八位 暫時來說 成績都OK的 然後 因為 頭三天之後 他有更加 宣傳 每月 就 再 做得更厲害 所以 就 應該在 一個月 看看他 成績 應該都可以的 嗯 就是 你 計算上來講的話 是 我 希望他 繼續出到 因為其實 導演說有三集 有 有扣 idea 已經 有 還有 這套本身的尾 也有留到尾 我下一集 是令人引人力性的彩蛋 對 導演說是三集 idea 現在只是第一集 看看可不可以 Netflix爸爸 點太 對 Netflix你想不想看 你想想看另外兩集 你回答我 Andy Andy 又 Andy跟之前四季一樣 又變 又變 又變獅 你 不要再 給錢 Rebel Moon 好不可以給錢 這些地方 真的 對 對 多給一些巴黎深淵 Ultraman Rising 基甲鹹超 這些企劃 基甲鹹超 撕下這些企劃 你試試 你試試扔些錢 給東景 搞些東西 可能都 可能都好的 也有些機會 給我試試 我覺得是 不是 你之前都不斷 到處 到處 到處撞 看看撞不撞到東西 那你 我覺得 當年現在 隨著 那些 演員罷工 或者製作組 那些 編劇會罷工 那些東西 他那個成本增加了 那他可能沒有以前 撞得那麼痕 那我覺得 既然 如果你沒有好像以前 撞得那麼痕 那你就麻煩再 你 你 你繼續 大包圍試是可以的 但是批這條數 麻煩你小心點 就不要 就不要動一點 就批成億下去 拍到webomone出來 蛤? 撞到成億? 兩集加上成億的 成億美金的 可以浪費錢 但不是這樣浪費 是 是 這次還是沒有什麼玩具 很多我不問 有 有 有嗎? 有嗎? 我現在很想要衛美 現在有一堆figer 還有一堆軟膠 現在很想要衛美 現在搞得我 有這個 氣氛不多的烈龍甲軟膠 肥仔烈龍甲 肥仔烈龍甲 那隻龍 那隻龍會不會出機械版 機械夾 沒有消息 但是軟膠好像說會出 老母一開始出場 好 你看看這邊 你看這邊 東京深淵 東京深淵 東保佐藤霸 就弄了 博士出來 玩字霸 很危險 等等 Netflix爸爸 我們經常E-mail 我經常E-mail 收到聖節詩 說想看 那本第三季 不要再拍了 可能夠了 死者意義 這次還要沒有變身 對 這次還要沒有變身 但我想 這裡可以再說 他變身畫面很漂亮 我覺得 SHOW WATCH 對 每次 每次變的時候 就要說 SHOW WATCH 都不錯 是感覺到那個 是感覺到那個導演 對那個 對那個 咸超的愛情在這裡 對 Andy 那套東西還未想 已經說定有SHF 你想怎樣 對 他超人 這隻Ultraman 那隻SHF 很早已經說了 會出 大家記得買初代 利比亞 然後買完它 就可以有三個初代 養的超人 在這裡護置 A-Type B-Type C-Type 不是 是日本真超 日本兩個 加美各一個 是 三個護置 可以 可以 所以 所以 所以就 開心 開心的 現在就 現在 即是他 現在多了其他 多 即是員工多 搞多了一些 多一些企劃去 即是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方面 他希望開發得更加多 我覺得 都 是很樂見 他繼續這樣做的 成功的話 也是 對整個IP 繼續經營 都是 很有 是一件好事 一定會是 所以就 英文字幕 一定要有 那隻機甲 亦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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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你說這個問題 是 我還會發尋E-mail 每天抓一封 叫他炒兩隻台灣 那些翻譯 哈哈哈 是 和威獸 我們又要提 我要提一下 和威獸和怪獸 那個 那個 那個畫面寫得不明怪獸警暴啊 還敢翻譯這個威獸警暴啊 嚇屎啦 超譯都不是這樣啦 當畫面都寫明怪獸的時候 你不要硬認真一點啦 不要懶型地翻譯我威獸可以嗎 我有提真招的 這隻機甲翼龍媽都頗值得上SHM 可以啊 我那隻穿了甲的樣子很帥 他穿了甲的樣子很帥 我覺得是 其實這套也真的期待有出的 所以這套也推薦給大家 我不知道我們台有沒有沒有看過咸超的聽眾 我覺得做入門看都可以的 做入門看這套是可以的 做入門看了我的疑慮 是 什麼呢 疑慮就是 美國人就搞咸超都不行 的斯利咸超都不行 原來是可以的 這樣咯 這是什麼呀 做入門看 做入門看 可以大概是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補充 分享跟分享 現在一辦一次就足夠了 精進一下你們的版本水平 不要隨便選一份稿 然後又不看畫面就認了他 你們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可能覺得把怪獸認成和威獸很有型 嚇屎啦 有時不是 二逆跟超逆是兩件事 咬了他啦 真的不要這樣 二逆跟超逆是不同的 搞清楚 黑人同性做超人 我沒有說 你用得好我沒有所謂 現在人們罵政治正確是罵他做得不好 不是罵他用這些做 而是他用這些做做得不好 是啊 你是不是狗姜做的 我也想看八合超人 八合 我也想看卡爾麥拉和Greejo的方文射動 我以為你說卡爾麥拉和Mary 對呀 我是不是應該寫個棋 其實我想搞到這個 鹹超的方文射動 好啊 你這個可以搞就怎樣 會不會呢 有招揚和美劍 對呀 對呀 我是想搞到這個方文射動畫 就是所有的這個 這個 有女性特徵的鹹超 就搞到這個方文射動畫 你覺得是沒得搞的 好啊 我覺得可以 現在員工的企劃部給我的劇集 我想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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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好啊 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搞這個 New Generation的鹹超對拉打 我們沒有空 是 我們很多事情要做 是 是 我們沒有空 我們 我們接下來還有這個 女高中心VS鹹超 是 我們沒有空 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沒有空 很多事情要做 我想搞很多落景秘隊的動畫 好啊 是 沒有啊 是 是 我想搞超人的動畫 我有安德落景秘隊 跟Gridman 你要哪個 是 那Gridman呢 不是 那羽工交都選了Gridman 我們就選這個安德落景秘隊 來做 好啊 我現在正在對完企劃部的 就是我想做些做些什麼 好啊 對什麼過去都ok 好啊 對什麼過去都approve 我想搞這個超人隊拉打 不行啊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唉好忙啊好忙啊 唉 好啊 那 差不多了 那 所以就 再推薦這套給大家 好啊 那 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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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了很多 都做了不少好東西啊 希望她 希望她 維持著 不要再被人笑 不要被人笑 好啊 其實她應該是要維持著 目的放肆的 其實是的 現在她都是無敵防止的 其實舔東西都 我真的覺得不要怕舔東西 如果不是試 那才容易試到 但有些東西是舔東西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了 是 而且我覺得是 舔東西機會高 但你想試是可以的 但不要一下就舔一億 總共是舔硬 它不是高那麼簡單 是舔硬 不是 你舔硬 是100% 你舔硬 或者說你覺得舔東西機會高 但你又想試的時候 就不要舔 不要一舔 就不要舔一億美金 是的 不知嗎 美金好了吧 拍著四份一集看看 先 對 不要一下想著兩套 兩套都碰 碰 就是 對 平時那些 它不會這麼坐定 凹陸 就給你 預你拍完兩集 然後 扔一億下去 不是 你不是劇 劇 劇那些會簽完約 然後就焗你 怎樣都焗你 焗你不知多少季 但電影 他應該試 應該是 他電影那些都應該是 給你拍著一集試一下先 大部份情況 他為了 這次Red Bull Red Bull 就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有信心 一下就被 一下就被他拍兩集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是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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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迷 這次 以為7號會出電影 等UGFS 你沒有4K話給他吧 你試試4K話給他吧 你試試4K話給他吧 你那個4K話輸給他 不會有失禮的超名 算了 期待 我們繼續期待 緣谷有什麼瘋狂的企劃 還有看一下這套 這套Rise 瘋狂的 都說女子高忠心 VS超人 你只聽我的名字都覺得瘋狂 我等著他成分 什麼女子高忠心 VS超人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JK很想追求條仔 但那條仔真的喜歡超人 不看他 不知道 在這個耳朵 是不是也可以叫做JKVS超人 不是 但他裡面提到的單字很嚴肅 很嚴肅 有什麼 要找回 他那段PV 他那段PV裡面 有一些很嚴肅的單字 我記得 我先找一下JKVS超人 四十米高JKVS超人 四十米高JKVS超人 你吃得這麼偏的 四十米高JKVS超人 四十米高JKVS超人 喜歡吃大隻妹也不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好像變形金剛VS超人 蛤 我女兒兩米多 超人 沒用啊 我喜歡那隻四十米高 神經病 哈哈哈哈 Lefx和一個差度上 是不會賺錢 二十米高JKVS超人 有就虧三十米高JKVS超人 鬼獸兩大戰JKVS超人 怪獸兩大戰JKVS超人 怪獸兩大戰JKVS超人 是 嗯 不是喔 現在他那段PV沒人看 蛤 我現在才記得 他只是有公佈了 一些東西 他只是公佈了那樣東西 這套東西 但是他 他在自不空裏面 播的那段PV是 我沒公開的 是沒有公開的 是沒有公開的 超人和拉達這個組合 只是存在真哥斯拉 即是真企劃裡面 那隻機械人 是嗎 特地 我特地 特地搭了個景 和弄了個皮套 是不是很開心 哈哈哈哈 多謝你 真的好多謝你 真的很 哈哈哈哈 巨大花牆集亞美VS超人 四哥都是 四哥都是喜歡 巨大女兒 巨大女兒 是不是 喜歡巨大女兒 也不是 巨大達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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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巨大達子 還有巨大Richard 沒有啊 沒有啊 冬出槍 但是已經 隱居了 他在深山 他在深山 在深山 在深山 在深山開後攻 他不會有巨大版的Botcher 可以有巨大版50男的 我覺得 巨大版50男就是 拉布迪卡 可以的 可以可以 有啊 你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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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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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你有 你沒錯 你沒錯 你可以回看巨大衛美打超人 巨大衛美對衛美 拍一套 衛美VS衛美 真人對 真人對 真人和3D打架 想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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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說到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等第二集 等第二集 那 也都 繼續 當然 原谷打手 是會繼續 吹奏 原谷的 那 今天 播節目 這集 又有這個 就做了這個 ARC的 發佈會 是的 雖然沒有什麼新情報的 但是 這個監督又說 今年呢 也都會有很多新怪獸出場的 是的 值得期待 ARC 也都 看到一些 因為今天去了現場的人 呢 就能先看 不知道是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就跟去年一樣 看完那些人 回來的反應都十分之好 等一會 很多 一兩個星期 我們還是還有兩三個星期 就可以看了 嗯 今天就繼續期待 期待 ARC的開播 是不是 ARC ARC的開播 好 那我們差不多了 那 今晚來到這裡先 下個星期 就 繼續跟大家說其他話題 我們先收台 好 晚安 拜拜